这个接下来呢就是谈一个 其实我们上个礼拜也谈过的一个话题 那只是说可能你们又多读了一点这个材料 就是这里两篇文章 其实这两篇文章内容其实非常相似 都很多有些重复的 其实它的中心论点呢 我们上次也谈过了 这个我们上次其实都已经完全介绍过 所以其实今天呢 我看情形 就是说我虽然也有准备 也有介绍这两篇文章的内容 但是呢也许我们限于时间 也许我们就很快的就谈过去 对吧 那我们上次也讲到什么是粉丝 但是我相信你们现在都已经知道 什么是粉丝了 就是这个主要是针对以色列的这个 他们摆出来的这种同性恋友善 然后来粉丝他们对于巴勒斯坦的 占领的这个不人道的这些行为 那有监视这个粉丝的这个 一个组织 这个叫Pink Watching 我在这个讲演的过程 我把它叫做粉看好了 这样不要分得清楚 一个叫粉看 所以粉看就在那边看守这些粉丝 我们今天读的文章呢 它基本上就是环绕着 这两个组织跟粉丝的概念 所以这个文章啊 其实它属于一种内部的对话 我必须说 我来跳一跳 它 它是站在某一种批判的 这个 这两个人啊 这个帕和那个米达斯亚 都是美国这个教授 所以他们算是知识界的 那这个Pink Watching的粉看呢 它是一个运动团体 这个进步的自由派的运动团体 监视着以色列国家的粉饰 这样子 那这个 华跟McDash他们批评呢 他主要就是要批评说 这个 你们这个粉看呢 其实 有一些共谋 跟这个粉饰有点共谋 都在一个叫做 同性恋民主主义里面去操作 所以他等于是理论家在批评 现实里面的运动 运动组织 所以这个文章啊 严格讲起来是一个很 很西方内部的东西 这个 但是因为这两个人呢 这两个作者呢 其实他们就是所谓的少数族裔 他们就是少数族裔的 不是美国白人 OK 那所以我们对他们讲的东西呢 其实也有一些兴趣 因为我们 我已经前面也讲了 我们也不必要完全跟西方知识脱钩 但是在我们吸收西方知识 我们有一种自觉 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说 那是他的问题意识 不要把人家的问题意识 当作我们的问题意识 那就糟糕了 对吧 好 所以呢 这个 他们认为呢 这个 本事跟粉看 是共谋的 都在同性恋民族主义里面操作 同性恋民族主义呢 他们认为呢 就是说 这个世界上这些国家 这国家是流氓国家呢 还是文明国家 是值得我们西方人 这个交朋友的国家 还是我们西方人 要去制裁的国家 完全要看这个国家 怎么对待同性恋 如果他同性恋友善 那我们西方国家就跟他好 如果呢 这个国家是同性恋不友善 恶待同性恋 那我们就要去制裁他 OK 这就是同性恋民族主义的意思 OK 好 但是这个同性恋民族主义呢 其实在 这个运动团体里面呢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上次我也谈到过 我也谈到过 他有两个意思 对吧 那 第一个意思 其实就是一种爱国主义 就是同性恋 这个要爱国 对吧 然后呢 最好是回归主流啊 什么这个不讲了 这个就是分享美国价值 这是第一个意思 所以呢 如果有人这个 就是在美国的脉络里面 倾向这个共和党赞成 美国也出兵 伊拉克什么的 那么 这就会被人家说 哎呀 你这个是同性恋民族主义 那这个是个贬义 是个指责 是个谴责 知道吧 所以他当时是有一个 有这么一个意思在的 那第二个意思呢 就不是第一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LGBT 跟国家共谋 跟爱国 那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讲说 我们现代性的发展呢 现在已经从 这个过去啊 我们讲一个国家啊 是不是一个现代国家 首先要讲 是不是主权在民 就是有个很空泛的一个 人民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假如是民主 那你就是进入了现代国家 当然我们知道 这时候的人民呢 其实一开始只是指的 指的有产阶级的男性 还不包啊 工人妇女在内 但是后来呢 就开始呢 说现代国家呢 就是不能够恶待妇女 就是他们会说 国家的现代地位 是由妇女的地位来衡量的 开始有这个说法 然后呢 同性恋民主主义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说 国家是不是文明现代 是由他怎么对待 同性恋而定 所以这个是 同性恋民主主义 现在慢慢就是 trile创造这个意思 那他创造这个意思 他有他的用意 OK 他有他的用意 这个我们就刚才讲点 时事啊 就是这两天在发生的事情 增加点趣味性 对不对 大家有知道 这个这两天在 我们台湾叫卡达 大陆叫卡塔尔 那这个 在就是这个 所谓的世界杯足球赛 对不对 那西方国家就在 批评这个卡达 他又不敢完全抵制他 但是就是 不能让他这个很风光 因为就卡达呢 不完全听西方的话 他虽然他也听西方的话 但是他也跟西方那些 敌人的交朋友 所以西方对他很不爽 那其中有一个批评呢 就是因为卡达是个 回照国家 他们就说 哎你们对同性恋不友善 然后呢 有些球队呢 就是你既然来了 这个国家踢足球了呢 他也要表现一下说 你看我们 并没有跟这个国家 同流合污哦 所以他们在 他们的地板上 就放了一个 这个彩虹的那个标志 这个图片比较小 但是你们 也许你们可以看的 可以找得到 可以看得到 看他这个彩虹 有个彩虹标志 结果呢 国际主席就说 不可以这样子做 就后来这个事情 就没有成功了 当然谣言很多了 因为这个国际主席 是不是有收了贿赂 不知道 这个我应该把这个 这个有人传讯给我 把他关掉 抱歉啊 好 没关系 那这个这样这一件事件呢 他其实蒙虹彤彤彤 也是一个同性恋民族主义的表现 就是这个国家呢 不够好 不够现代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 这个对同性恋不好 这是我们眼前呢 就有这么一个例子 同性恋民族主义的意思 的例子 我来设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 看能不能关掉这个通知 那我刚刚说了 这个文章呢 这两篇文章呢 其实都是这两位理论家呢 他在针对粉看 所以是美国的一个 其实有点像美国 或者西方内部的一个政治 OK 所以他认为呢 这个粉看这样的一个组织呢 没有曝露美国的 他叫做 牵占殖民主义的本质 牵占殖民主义就是说 他不但是 他这他殖民 殖民主义 殖民地有可能很多操作嘛 一种呢 就是 去奴役这个殖民地人民 让他们去把他们农田都改掉 都变成去种个经济作物 咖啡啊什么就是这些东西 多奴工啊 或者是挖矿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些这些人可能本来都自己在那耕田的很快乐 那现在就被全部都集中起来 到这个农田上 做奴工啊 然后呢生产原料 然后生产原料以后呢 再运回殖民母国 然后被人工业品再卖回去 那么这个这些农民 这些农民虽然每天工作 是公司会给他钱 殖民公司会给他钱 但是呢 前五百就买了工业品 那么永远在一种贫穷状态里面 这是一种殖民主义的操作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种新殖民主义操作 就是利用这个市场啊 金钱啊 这操作 这我们不讲了 但什么是迁占殖民主义 迁占殖民主义意思就是说 事实上是母国的人 跑到这个地方去 把在这原住民杀光了 OK 然后呢 占领那个地方 把原来人赶走 主要杀掉啊 这种叫迁占殖民主义 这又不同于 我前面讲的 其他种贫穷殖民主义了 OK 所以呢 这两个教授呢 他就特别说 其实 美国就是一个迁占殖民主义 跟以色列是一样的 因为以色列对巴斯坦的 也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美国主流呢 他们总是对于这个原住民呢 这印第安人 跟有色人种呢 总是认为他们是需要被 美国 自由民主的美国 所拯救 和教育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是用那种文明开化的姿态 就是我们美国人带来文明 带来真理 带来基督教的真理 带来这种 当时还不叫现代了 那开始还没有现代 后来就是现代了 对吧 去拯救这些野蛮的人 所以这个是他们觉得粉饰所缺乏的 然后呢这个粉饰呢 他只关注同性恋的权利 他其他的不管 OK 他忽视了这个美国在中东的其他的作为 包括支持以色列在内 OK 然后呢 利用这个伊斯兰的恐惧和统治权利 把伊朗妖魔化 他的目的主要是这种地缘政治上的 针对伊朗 针对这些 不听他话的国家 OK 那这个 而且呢 他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 本是在谈 粉看在提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不去谈这些帝国主义跟殖民主义的历史 他只是谈同性恋权利 就是你伊朗啊 卡达尔啊 中东啊 你有没有重视同性恋权利 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割裂开来 从一个真空中去看待同性恋权利 OK 所以这个是他们对于 然后他们也指出 我现在讲的就是我们 你们今天可能早上读的文章 还有我请你们读的文章的大剧的内容是这样子 然后他们认为 这个粉饰为什么能够起作用 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一个身份政治里面去操作的 而他们不是太认太赞成这个身份政治 因为这个身份政治呢 就每个人都讲了一个自己一个身份 然后呢 群体都会被身份所割裂 大家分裂成不同的小小的这种一个个身份 然后也不去探索你为什么这个身份是 你会这样去认同 是怎么被建构的 是后面有什么样的权利 在认定你就是这个身份 我就是只是这样的一个身份 其实因为我们在社会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脉络历史关系 对不对 我们为什么要去 单独的去被建构出一种身份来 或者是叫同性恋 当然你们如果学习 没有就知道说 同性恋为什么会有这种身份的出现呢 但是因为一开始是要控制同性恋 要把它某种程度上的犯罪化 所以才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身份 是吧 所以你要去问这些身份被创造的 这个脉络是什么 他们的作用是什么 OK 而不就是认定说 自然而来就有这样的一种身份 你对身份的建构呢 要留意 然后呢 在这个身份政治里面呢 就是他倡导 就是同性恋要团结 因为大家都是同性恋 因此呢 就对以色列其他问题就无视 就无视以色列其他问题以后 就能够使以色列的粉饰策略得逞 所以他说粉饰能够起作用 是因为的身份认同政治里面操作的 又或者 因为你只是看身份 所以你就把巴勒斯坦的库尔抽象出来 就讲到巴勒斯坦的这个 这个库尔 其实就是国际库尔的部分 我们不去谈巴勒斯坦库尔跟巴勒斯坦的 整个民族他的社群的这些关系 这些社会的机理 他们有一种共同的在抵抗 以色列的这个签战决民主义的这个脉络 我们就不去不太去谈它 我们只是把它抽象出来 所以能够谈这个粉饰 OK 所以他们也批评这个粉饰 然后粉看 也觉得呢 也是只谈身份认同的这个问题 好 然后呢 这个他们也批评美国呢 其实就是迁占民族主义 而且是同性恋 他跟以色列同性恋民族主义 最大的受益者 OK 其实他这个文章还有很多啊 我觉得呢 我可能时间上 因为约有晚了 我也不想讲那么多 这个 我 我觉得呢 要讲一个东西 我用一个比方来 来讲这件事情 因为可能你们会认为说 同性恋民族主义的问题 到底在哪里呢 你们可以这样去想象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状态 就是有一个 比如说一个地主 他管理了一群电农 OK 这个地主 大家是非常有钱的 电农呢 他们的公众辛辛苦苦呢 他们就交这个 就是说这个土地呢 都是属于这个地主的 所以他每年要交这个 上缴这些 像税收一样东西给地主 所以地主就很有钱嘛 然后这个电农呢 就比较受到地主的剥削 就有这样一种状况 是吧 那可是当然其实呢 这些地主是怎么会 大家都是原来都是人嘛 每个人都只能占一块地 为什么地主这么多地能占领呢 因为可能他几代以前呢 他们家原来是强盗 把这些电农的地都抢了 所以才有这个地主 现在地主当然不是强盗了 他有合法的这种土地的所有权了 但是呢 他之所以变成大地主呢 是有他这个道理的 是他之前祖先有做强盗的 把这地主抢了 当然地主因为有钱呢 所以他对他的子女呢 是非常的友善 从小给他们受教育 那相关电农不一样 电农小孩一出来呢 人家要他去学校 他说我小孩不能去学校 因为去学校就少了一个劳聪力 就要在家里面去 去做这个劳动 然后因为男女劳动力差别 所以他们会歧视女性 OK 因为男的这个劳动力呢 比较强 OK 这个而且小孩子 不让他去读书 所以小孩子都很出眼 都很不文明 都很冲动 但是从小呢 就在田里面工作 反观地主家的儿女呢 不然 地主家儿女呢 都男女平等的 不歧视 女孩子也让他读书 因为地主有钱嘛 小孩子都知书达理 非常文明 一看到家里就非常不大上 那相比之下的地主 就比这个电农 要文明多了 对不对 然后如果这电农 还要联合起来 那么 比如七八家联合起来 搞一个比较大一点的 这种联合的东西呢 然后希望能够 有朝一日 也富裕起来呢 这个地主就会打压他 说不行 你这是在搞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了 就不民主 对吧 然后你看你们这个领头这一家 对其他家特别凶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来看到说 其实很多时候 这个文明啊 是有它的物质基础的 对 然后你在这个物质基础的 这个阶段上面 你就说一个地区 像中东这些地区 他会慢慢的信伊斯兰教 就像以前的西方世界 独信基督教一样 当然现在西方人 还是很多在信基督教 这种都是 马克思说 人民的鸦片焉 就是因为在现实里面的这种 压迫 使得人们呢 他必须要有个宗教信仰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一种 心理的精神的慰藉 OK 然后这个 他们因为过去的这种 宗教的传统 所以他们这个 在基督教也好 伊斯兰教也好 都会有这种 所谓的不要跟男人怎么样的 这个男人不要跟男人 做什么什么事情 这种条文 都会有这种教训 它都是一些 在历史现实里面 的遗产和现实 存在的东西 OK 那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评估呢 我们就不能够抽空的来看 这些 从这个去历史 去现实的条件里面 去观察 就是单独的去看这个认同性恋问题 这也是这个怕他们这些人呢 对于 对于这个同性恋民族主义的一个 批评 那他们这个批评呢 当然是他一个在美国脉络里面 他是对于一个自由派的批评 他也是对于自由派的这个世界观和历史叙事的否定 所以他有一个出发点 他的出发点是来自一个第三世界 反帝国主义左派的激进派的这样的人立场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读的时候呢 你不是那么容易去进入他 就是因为你其实你没有了解到他的出发点是什么 所以他的文章写作呢 他其实是有一个说服的 是有一个对象的 多多少是跟他有 分享同样的这种批判意识的人 有一些自觉和反省的人 他们要追求是全世界范围内 追求国家民族之间的平等 追求经济文化的平等 而不是以少数或部分人的平等自由 为理由来维持帝国秩序 这是他们的批评的一个重点 所以因为只有这样子 你才能够理解到 他对于这个 同性联民主义批判话语的意义是什么 OK 我现在就讲到这